这几天胡老师在滑雪的时候突然下起了暴雪 我们就来看看美东暴雪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吧 这是我刚刚滑完雪之后雪已经下这么大了 但是我必须要开车回家现在 这种天气开车一定要小心 而且我们汽车是前驱车 所以说特别打滑 但是慢慢开就没问题 其实说实话开了这么久 这种地也不是这种埋了死二三十厘米的雪 我都没问题这个车子 现在前驱车进步还挺快的 在雪地里面开 可以看到这条路基本上没人铲雪 但是我的开美瑞基本没问题 前车都能开得这么平稳 也是没谁了 好了现在要走上坡了 看一下上去吃力吗 不能快了不能快了 轻轻松松都没打滑 在北方这里很多人家里面都有这种自己的铲雪车 就把自己家门给清理干净就行了 牛逼啊这个快递员今天这么大学还是送快递 这是刹车绝对牛逼 哎呦呦到了到了打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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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要停下来了 哎上去了上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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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上去了 哎呦惊险了 看上面那个地方上不去 所以说有点点在到了我也到了吧 我的车也可以上不去 像这种大型铲雪车就是政府扶子的那种非常大 效果非常好啊 我现在走到一个大坡上来了 我发现这种大坡的话 前端驱动就不行了 所以说我把这个前端防打滑的这个东西给它关掉了 这样动力稍微强劲一点 好了好了 终于要回家了 已经千辛万苦 这又是扫雪车 可以看到整个小镇上的雪 还没有堆得特别高 就是车子完全可以开动的 人多少地方大雪就清理得快 人少地方大雪基本不怎么清理 哎呦好了好了 终于到家了 家门都回不到了 你看我们家在那 上面去一个坡 只有你看我们家房子 变成这个样子了 只有走回去了 先停车 你看我们家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全是水 我的天哪 现在准备开始传雪了 好道路千万条 安全地条 以后还是不要在下雪的时候 开车了 确实挺危险的 我们这期美东夏雪 继续在这里的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